大觀幼稚園最有七個班級 每個班級的學員約三十位 員工平時就以教導學童 一旦遲到避難廣播時 要立刻學童老師的指揮 結婚安全場所避難 板橋大觀宿舍 也是大觀幼兒園發生火災 第一時間 老師帶著小朋友逃出 消防人員接獲通報後 迅速抵達現場救人滅火 文化部為了加強文化資產 防災救災機制 聯合新北市文化局 消防署警政署等單位 以釋定古蹟大觀宿舍 進行防災演練 針對古蹟起火 不只要救人滅火 也求古蹟的保存 如果是發生災害 當然救人優先 但是我們希望古蹟的價值 也能被重視 那麼這樣的觀念 恐怕跟一般的救火救災 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我們希望透過演練 讓這樣子人與古蹟 並重的觀念能夠深化 然後被重視 文化資產防救災 和一般防救災不同 消防隊員針對古蹟滅火 不能使用強力水柱 而是用噴灑水物的方式 避免水柱力量強 對古蹟帶來另外傷害 必須重視文物搶救 以及災後內部殘火的處理 同時提倡社區聯訪的概念 這個水柱的搶救 大概是平常我們經常在使用的 那如果說在遇到古蹟火災的時候 我們有足夠的資訊了解現場 有特別需要維護的文物 那我們一定可以用其他的救災方式 來避免造成古蹟的危害 正常的情況就是三分鐘之內 大概是由所有全人 住在這裡的人做初期的滅火 那在大概起火到五分鐘之間 你的社區也可以來協助 那七分鐘之內的理論上 消防隊的同仁會來 所以在思考三分鐘之內 五分鐘之內跟七分鐘之內 你能夠做哪些的初期滅火 或是救災的初期準備 古蹟的維護不容易 更怕一把無名火燒光所有人的努力 文化部整合所有單位的力量 計畫全台走透透 進行文化資產消防演練 第一場選在板橋大觀宿舍 除了警銷進行演練之外 邀請幼兒園的小朋友加入 強調文資教育扎根 讓小小年紀的幼兒了解文化資產保留 人人有責 中家新聞林立如 李嘉豪 板橋報導 謝謝